我是羅文斌 还有我们孙姐 我是孙世珍 今天我们两位是整个活动的主持人 所以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流程、规则等等的这些细节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要请我们的主席 圣经协会的主席 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办这个活动蛮辛苦的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不是说今天才开始的 是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准备 然后讨论才有今天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主席 他很辛苦每次召集会议 给我们做警戒话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们圣经协会办这次的活动 真的也有很多的堂口 因为我们有16个堂口来报名 然后有43位小朋友来参加 我们真的很开心 这次的活动有这么多人来参与 然后也感谢我们的评审先生 修女跟神父们一起来跟我们打分数 那刚刚主教也讲过了 得民真的是其次 我们的目的呢 我们圣经协会我们在推广圣言 是希望我们全家一起来读经 不只小朋友读 家长读 能够全家一起来读 那是最好的 所以这次的比赛当中我相信 家长老师给小朋友 彼此的共同合作 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成果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不多说 我们等一下开始比赛 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会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流程 还有比赛评分的一些 标准条件这些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活动 请小朋友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谢谢 我们想请我们的评审 可不可以谁给我们做一些讲评 今天我们的小朋友 都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的努力 那么我想各位这个省长们 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 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由这一次的表现来看 我们这个圣经讲故事比赛 还可以再办下去 今年是第一年 那么有没有哪一位 这个评审可以 给我们做一个讲评 先恭喜我们圣经协会 台北圣经协会 可以办这一次的儿童 也不叫儿童 就是圣经故事比赛 那我们先掌声谢谢他们 恭喜他们 好也 这里我们真的要 特别恭喜我们这些 来参加的小朋友和青少年 你们勇气可嘉 而且你们真的准备得非常棒 来我们大家掌声 太棒了 我自己圣堂也有人在参加 我看到他们每一个星期的这样子 每一个星期每一次主日学 他们都要不断的上台表演 然后让大家看 真的是很用心 那么当然 也要更要谢谢我们的家长们和我们主日学老师 来让大家掌声谢谢你们 这个是一个圣经故事 而不是圣经演讲 所以下一次我们大概定义要定义的更清楚 评审的三个评审的方向 第一个 终于圣经故事 这是50% 然后第二个 整个说的流畅度 30% 然后接下来的 就是你生动 活泼和你的口齿 清晰 20% 所以他并没有 里面有一项 是圣经故事的隐身 没有这一项 可以了解我现在讲的 这整个 所以这整个是在讲圣经故事 而不是要圣经故事的隐身 因为圣经故事的隐身 就变成圣经演讲 所以至少我在打分数的时候 我是完全忠于 那个圣经协会给我的这三项目 所以我对圣经演生的部分 完全不在分数里面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这一次的主题 这一次的主题是圣经故事 而不是圣经演讲 所以假如下次我们大概可能要 告诉参赛的小朋友们 或者是同学们 可能更清楚 就是很清楚 我们只是在把这圣经故事 你可以把圣经故事 讲得更生动 更活泼 我看好多人准备了道具啊等等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棒 我本来以为今天会有小朋友 会在上面唱一唱 唱那个董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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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姐姐 没有人唱 好可惜啊 不管怎么样 大家要把这一次的圣经故事比赛 能够带到更活泼 我当然看到大家的努力 就像我们刚刚师生讲的 希望还能够有第二次第三次 圣言 圣言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活出圣言 我们要活天主的话 我们要说天主的话 我们还要传天主的话 那怎么传 我们从小朋友身上看到 就是先自己会讲圣经的故事 当我们从小朋友身上 我觉得我们大人可以从小朋友身上学习 很多天主教的教友 有五不知 五个不知道 第一个不知道读经 第二个不知道灵修 第三个不知道传教 第四个不知道教理 天主教教理是什么 这四个不知 第五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这是最危险最可怕 我们很少听到 我们大家会说在天主面前承认说 天主我没有读经我有罪 天主我没有福传我有罪 天主我没有灵修我有罪 天主我天主教教理都没有读 不了解天主教教理我有罪 我们都不会承认这是罪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所以假如今天从小孩子身上 我们学习了 怎么样去知道圣经 我们父母也要开始 每一天带着小孩子 让他们去学习圣经 可以把圣经讲出来 就是在听天主的话 活天主的话 还要传天主的话 把天主的圣言 可以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小孩子讲圣经故事 我们讲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 对我们的教导 可以这样子慢慢慢慢让圣 真正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圣言 天主的话 好 谢谢大家 恭喜大家 谢谢 谢谢神父 不好意思啊 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工作 我们请这个黄兄女也给我们做一点讲评 谢谢那么临时是有没有准备 我觉得要恭喜大家 我觉得你们做得很棒 因为是很多故事是重复的 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竞争 但是呢 你们讲的时候都很有不意很精彩 我在这里想我讲你们真的很幸福 有这个机会可以更认识圣经 然后可以把它讲得那么好 也谢谢各位家长 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陪伴 没有你们带他们来 他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想 台北教区有很多教堂 不是这些 可是很多没有来 很可惜 我就希望下一次 如果有办的时候 会有更多小朋友来参加 所以继续鼓励你们 希望相信明年你们会更好 因为这第一届你们也做得那么好了 明年会更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黄修女 黄修女讲的也是我们的心声 我们在办的时候 一直邀请 一直邀请 都没有回音 所以我们很紧张 一直到最后才有很多的来报名 所以希望我们明年呢 更多人知道这个活动 来参加更踊跃 那么我们再请高修女 给我们讲评一下 大家午安 我现在的感觉是非常 我心里充满喜乐 因为讲福音 就是我们今天有机会听 那么多小朋友分享深情的故事 都是很喜乐的 所以我要谢谢每一位参与者 还有家长竹尔学老师们 就是让这个活动能够成功 能够这么顺利的进行 前天我刚好在报纸上看这篇文章 就是说以前他们做一些研究 世界上最常看的一本书就是圣经 可是现在呢 就是说他们说看Facebook的人 比看圣经的人多可能几倍的 就是可是今天看到你们就是 把这个讯息就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有那么多年轻人 愿意就是把一整天的时间 在这边陪伴耶稣的圣言 就是多看圣经 虽然我相信我而会看Facebook 可是如果天天看圣经 会更好吧 谢谢大家 天主导人 谢谢高雄女 然后我们就请我们 由萧姐妹给我们讲 大家午安 宗族教午安 今天大家都收到一个很好的礼物 从此大家都开始爱说圣经故事了 对不对 而且自己开始说了圣经故事之后呢 就会更注意别人怎么样说圣经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位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那在今天呢 我觉得讲故事呢 有几个元素 那我今天看到很多参赛者 在这些元素上做了非常用心的经营 在故事上一定有个主题 我觉得大家在主题上都抓得非常好 第二个经营是故事的情节的经营 可以看到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经验 或者是哆啦A梦很超现实的故事情节 都可以跟原来的圣经结合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情节上的经营 还有一个经营是故事里头人物的经营 人物的经营可以看到 大家用声音或者有角色 来扮演各种的不同的角色 所以让我们可以非常生动的进入这个故事里头 那我自己觉得更感动的是 有些演讲者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他自己真的被那个故事感动到 他在讲的时候觉得他就在那个故事里头 所以他带着我们也进入这个故事 我知道这一次的演讲呢 非常多的老师和家长呢 都带着孩子就是一天一天的练习 练习演讲 那我觉得下次呢 其实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带领孩子去 在这个圣经里头去感受到这段福音 当他有很深的感受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个热情有个热火说 我好喜欢好喜欢这个故事 然后我会看着你 然后我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呢 会看着你 因为我真的有那个渴望 我要告诉你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我自己就是前一阵子刚好在陈平 讲圣经故事 因为为了上志 那我自己一个很大的经验 因为我一直做儿童书 我知道有非常多 包括教育部都在推展 说故事妈妈 在图书馆 在书店 在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我那次的经验我就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不来组织一个说圣经故事的妈妈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那时候在陈平讲故事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要在公共场所 去宣讲我们的福音的话 都要一下包装 那天就非常的 就直接讲渣凯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圣经故事是一个故事人人爱听 所以我觉得借这个活动 越来越多人喜欢讲圣经故事 我们可以一起用故事来传福音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边 我刚才看 观察了我们这边 听了最专注的 是我们的杜神父 杜神父每一个演讲者 他都非常专注的在听 好 然后我们也请他讲评一下 好不好 主教好 好 知福们好 大家好 我主教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 我跟主教接了主教的心 好 听你们的比赛 现在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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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给主教 可是我觉得 听主教我刚才说 我非常高兴 因为 因为就看见 神父 神父刚刚说的 你这么努力 准备这个比赛 我觉得这个是安慰 教会的心 说很多人喜欢福音 可能主教可以慢慢的看 因为我们录音了 所有的 怎么说故事 所以想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 可能这些故事可以成为 很多的YouTube 用这个传福音 在网络上转福音 好 有一个问题 考试 就是第三个诱惑 你记得吗 连最小的小朋友都会记 是不是 好 耶稣的回答 你们记得吗 当然都记得 你要朝拜上转 侍奉他而已 就在中间 有一句话 如果你朝拜我 我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你 比如说 多久 给我多久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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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二十年 后呢 然后呢 所以要朝拜上转 因为可能今天看Facebook的人 比看神经的人多 昨天 前天 明天 后天 谁知道 而且要看一下 在Facebook上 在Facebook上 很多人看见什么 是不是 看见神经 意思是教宗 写 他的话 有多少人看 知道吗 我听说是一千万 所以 Facebook 之内 看神经的人很多 这个是我的 鼓励 就是 用 这些 要说 如果你用 你跟朋友的 关系 分享 福音 比如说 每天 你跟朋友说 福音上有这句话 我觉得很棒 你觉得呢 会帮助你吗 祝你平安 就这样子 我这个是 刻意的 然后有一些 APP 他们都是神经 跟神经有关的资料 比如说有人 有一些神父 现在 念日课 都是搞 手机 这些 方法 都会 帮助我们 进入 神经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是 懂到永生 魔鬼的故事 懂到 舞 谢谢 我 你